他从一个重金属的摇滚歌手 变成了立法委员 而他呢 从一个闪灵团长 变成了国会议员的另一半 这就是林长佐跟叶湘怡 这过去四年来 生活发生的变化 究竟他们有多少的故事 今天他们来到了大云食堂 像我们唱这种吼腔啊 就是要多喝一些甜的 这个是一个美感 你有把这个经验 还是今天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透露的话 牙箱里的秘密 这个makeup 所以一开始是你自己设想出来的 早期大概就是模仿 自己喜欢的一些欧洲团 可是等到Doris 我记得他在09年当团长 以后就说 要整个改变 所以新来风格你怎么形容 比较东方位 又有点潮吧 潮自己讲的 有点不是那么好理解 刚进去的时候 他们还会播MV给我看说 真的你可以唱给我听吗 我现在在立马 我怎么唱给你听 常常问我的刺青 这个林委员 你如果有一天想把他 雷射掉 我有认识 我也雷射 我想说干嘛 我没有要雷射掉啊 这样子 一个废墟放在那里 放20年 他居然都没有处理 就是我的团队会跟我说 这一区又不是你的选票 我跟我团队说 我就是看那个不爽 我处理掉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 就可以解决好多事情 你现在把自己形容是一个 政治人还是一个表演人 政治人 OK 那其他的团员可以 也修正他们角色了 终于 拜托承认他是政治人 他们应该都蛮生气的 在大圆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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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